沙拉越州选近选期第一天 各派人马已经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努力争取选民手中神圣的一票 在华人选区方面 华人居多的失误四个选区中 八旺阿山和都东选区 都出现五角战的激烈选战 当中都东区的两位国阵和火箭宿敌 拿督张太清和叶海亮 再次硬碰硬 势必夺下都东选区 不过沙州政治大环境 在过去五年改变了不少 两位对手直言 这是一场艰巨的战役 回顾2011年沙州选举 当年华盛反风狂吹 国阵在华裔选区败北 引发最大滑稽政党人联党分裂 两年前催生出另一个新政党联明党 为了避免党争内斗影响选情 人联党独东支部主席拿督张太清 这次以国阵直属候选人身份出战 与寻求未免的行动党叶海亮律师 革新党陈一芬 独立人士拿督司理李政宣 以及拿督雷蒙娜翔一绝高下 虽然这一战有深得民心的新首长 丹斯里阿德南助阵 但国阵成员党分裂 已经严重打击候选人 在上届以317张微小多数票落马的张太清坦称 这一次肩上的压力更大了 这个面对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选举 肯定的压力给我是很大的 是我只能够尽量的 因为就好像外界所指的可能会有 传后队的情况还是什么 外面是这些床言的 都是对我不利的了 国阵成员党闹不合 反对党看似坐收羽翁之力 但实际上是四焦多壘 加上新首长的效应带动下 上届险胜的叶海亮坦言 选情不乐观 胜算不到五成 国际本身是一个朝明 人财力 人力 物力 远远远远远不及我的对手 这是艰苦的一战 选民如果没有得到正确信息的话 我的选 我的选 是雪上加酸 很难的 与失屋另一个热门席位 巴王阿山的命运相同 都东区这次也迎来了 三个政党和两位独立人士的 五角混战 两个老牌政党的对手 再次狭路相逢 自然引人关注 未来发展局势如何 还有待看两位候选人 如何发挥功力 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么多第三势力的搅局之下 票员肯定会被分散 届时不排除候选人 将以微小的多数票取得胜利 巴特空间陈思悬 沙拉月 失屋报道